喂 你說有人在偷買回答 難道這是AI崩盤的前兆嗎? AI族群有沒有過熱 我跟你說 歡迎收看萬事橫通 我是情報局的通 我是情報局長王翔和 我是一級調查員凱希 上週我們替大家持續破解的三洋工業 就如同局長所說的 股價持續的創新高 漲幅高達了13%喔 好鼓不得人想知道6月的主流是誰嗎? 記得把影片看到最後喔 報告局長 根據現報 好像有人最近在偷偷的賣回答喔 快來看看我的 一級情報吧 根據新聞報導 人工智能熱潮汹湧之際 愛德蒙德洛希爾資產管理 正在減倉回答公司 在股價暴漲時借機套現 該機構的全球首席投資官透露 公司自2020年底以來一直超配 但是目前已經部分獲利了結 看來真的是過高 泡沫該回答了 高歌離席啊 你以為人家散戶嗎? 還有網友說 上次老八賣台積電 結果呢? 默契老人管他們幹嘛? 連大型機構想得來賣回答 難道AI概念真的過熱了嗎? 就這個問題很多人會問 AI族群是不是已經過熱了? 我的答案是沒有過熱 我相信市場上最近很多人都會說 AI漲了這麼多了 已經過熱了 但是我跟各位朋友講 目前已經有許多機構估計 未來7年 未來7年AI的光產值 硬體的產值就高達2兆美元 聽清楚是2兆美元 另外再加上其他應用總計加高達80兆美元 請問一下這個會泡沫化嗎? 當AI普及的時候 是不是人人都可以擁有什麼? AI的助手 大家的工作效率會更高 所以近期NVIDIA跟台積電 確實有一些賣單出現 但是去看核心產業 像廣達、偽創 都沒有什麼要下跌的意思對不對? 所以我認為短線雖然會調節 但是絕對不是過熱 最後我再跟各位朋友提醒 不是說大型機構 他們就一定特別厲害了 大型機構的對手 也很多 像是巴菲特之前買台機店的時候 是不是也是賠錢還是平手出廠而已 這個我之前就已經在我的節目講過了 提供給各位朋友做參考 謝謝局長的解析 接下來進入破案環節後 總部會隨時來電抽查 局長與探員將進行搶答 總共三題 如果我成功答對 那局長的機密文件將會無條件直接公布 大家也可以跟我們一起猜猜看答案是什麼 也別忘了幫我們按讚跟分享 有任何的問題歡迎做留言 總部來電囉 總部臨時抽查 第一題 日本皇室的嘉輝是什麼花 梅花 櫻花 蓮花 菊花 菊花 這個案件呢 先帶大家破解南亞科 我聽說記憶體的市場最近要迎來復甦囉 所以現在是進場的好時機嗎 能不能買來聽我解析就知道了 這個案件是南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公司的主要業務為 第一任記憶體之研發製造設計還有銷售 那目前位於美國歐洲日本還有中國有設立海外的行銷據點 最大股東為台塑集團之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前幾年因為國際經濟下滑 整體股價表現不佳 但受惠於三星啟動減產 那記憶體整體產業反轉向上的時間已經不遠了 今年下半年隨著供應減產及季節性的需求來臨 也帶動下半年產業營運的復甦 它的破換機率是四顆星 證據就是美系外資在最近出爐的報告當中表示 首次將南亞科給予買進的平等 那目標價持續上看90元 另外就目前的K線圖上走勢來說 去年崩跌之後 重新盤著已經約8個月的時間 從上個月開始重新的往上做上工 而目前整體走勢不斷的往上做挑戰 我認為有機會回到2022年2月份的價格的位置 提供給我朋友做參考 總共又來電囉 好,第二題 台北市家中用的電話號碼 不含郵遞區號 總共有幾個數字 6、7、8、9 8 千千鬆鬆吧 不是大家都住台北嗎 我以為你會慢慢數耶 然後開始廢自己家裡 沒有,我知道 誰會慢慢數 從你一講出來我就想直接講8 是送分題 那我們接下來破解什麼案件呢? 接下來帶大家破解的是金號 金號最近打入車用和AI的領域 股價盤著了兩個月難道又有希望了嗎? 來聽我解析就知道了 這個案件是金號職業股份有限公司 以製造電腦產品的連接器起家 現在為電腦及周邊硬體等產品 連接線之專業製造大廠 那金號近年積極搶攻車用的市場 更進一步來拓展電動車、智慧駕駛 還有智慧車艙及高級高階的應用等等 那金號在今年3月份宣布與新加坡廠商 倘科技台灣分公司簽訂AI技術合作 共同投入汽車人工智能化的技術 所應對來這個需求的連接器產品等等 破解機率是4顆星 證據就是金號未來將主攻更高級 更有競爭力的車用 以及AI的這個設備連接線、連接器等等 那近期公司產品得到特斯 馬薩拉蒂等這個知名車廠的認可 並且導入全球領先的AI技術之後 將快速提升車載產品的競爭力 而且就K線圖上來說 雖然說今年年初已經上漲過了一波的走勢 但近期27元以下又有大量的買入 暗示很多的機構人看好未來的行情 那提供給各位朋友做參考 好,第三題 吉祥化五福靈魂中的五福不高寒下列何者 好得多子善終不貴 多子 對 其實我是猜的 為什麼是多子 不包含啊 那是包含五福長壽不貴 永靈好得善終 可能不希望人家生孩子吧 現在生出來都是惡魔 我們謝謝總部來電 那接下來破解什麼案件呢 接下來帶大家破解是創維 來聽我解析就知道了 這個案件是創維科技股費有限公司 主要是從事USB控制晶片 系統監控晶片以及滾輪滑鼠控制晶片 等資訊IC設計 歐盟前陣子立法通過電子裝置的充電傳輸 線面要統一化 包括智慧型手機平板 筆電電腦周邊裝置以及車用的 都必須使用Type-C的接口 那期望降低消費者 開銷以及避免過度的浪費 且其他國家也有意願陸續的跟進 那創維因此受惠 未來業績也長期的看好 它的破換機率是四顆星 證據就是 今年9月蘋果預計發表 iPhone15的系列新機 再隨著歐盟立法要求電子產品 未來蘋果市場上市的手機 將從原有的Lightning轉為Type-C的接口 近期也搭上iPhone更換接口的新的商機 另外就這個K線圖上來說 創維也是自去年大碟之後 盤整已經約8個月的時間 我認為有機會持續的做上工 提供給朋友做參考 我們謝謝局長的解析 今天因為我贏 所以我們今天的機密文件 可以直接開箱給大家 那它究竟是誰呢? 讓我們看下去就知道了 機密文件是點序6485 近期營運大爆起 傳出接貨金士頓的大單 並且在聯電投產55奈米 那業界預估依此投片量估算 該公司單月營收將跳升到1.6億元以上 單季每股近利可達3元 另外就K線圖上所示喔 近期的走勢已經開始轉向有機會挑戰2021年的高點的位置喔 想要知道更多資訊機的嘉義局長 來跟Teregrim 那萬事亨通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 掰掰 喔 煩死 每次下班前才叫我做這個做那個 每天忙都沒時間吃飯 還要一直處理同事的爛牌 難道公司要給我兩份薪水嗎? 所以你需要的是 嚴選最專業的分析陣容 從總體經濟、股票分析之根本 在到實地則方產業 必在收看頻道給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理財收看 讓你賺進第二份薪水 賺進第二份薪水